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国际风云 我是奥雪 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22号星期三 白岩松上央视吹风为浙事 有银行人降薪90% 中国浙江交警嚣张勒勃男司机 网民痛批 南逃背禁命运 TikTok全球团队大规模裁员 被随意录拍无隐私 凤姐在美发视频控诉 女儿一年不愿上学 母带去餐馆打工有转折 一起来看这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经济严重下行 民众正常生活难以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政府将大笔政府资金 投入电动车等行业 声称将用这种方式提振中国经济活动 然而其做法显然难以成行 近日中共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登上节目 大谈特谈电动车类产品的电池火灾 令老百姓感到惊讶 有猜测认为 这是在为中共生产电动车的低质量问题 提前吹风 警告其产品可能会给买主造成危险 根据白岩松的说法 目前中国电动自行车的数目达到3.5亿辆 平均每4个人有一台 2021年 关于蓄电池火灾的案例达到6.97万几 直接财产损失超过7亿元 造成严重安全隐患 对此 网民评论说 这次讨论电动车火灾 显然是在做舆论铺垫 中国人也不像以前那样好糊弄了 有评论直接询问说 电动汽车呢 汽车每年车祸多少起 多少人失去生命 损失多少亿 在这之前 中共杂入大量补贴的华为 小米 比亚迪等品牌 都传出发生严重事故 有华为车安全气囊失灵 门无法打开 导致车主身亡 还有小米汽车刹车失灵 比亚迪新车漏电 让车主进入ICU的案例出现 反映出中共的大工程安全事故频出 业界认为 无论是在银行 还是生产外贸行业 中国都在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近期消息指出 由于鸿海旗下富士康 把大量苹果手机订单转往印度 河南外贸产业大跌 今年第一季度出口的手机金额为 272亿元人民币 而在去年第一季度 这个数字仍然为710亿亿元 反映出巨大落差 在这之前 郑州等地的富士康都排名在 全国出口企业的前20名中 新的情况直接导致 河南附近上下游企业的生存受到冲击 在银行产业 来自房地产与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也影响了整个领域的正常运作 有银行员工表示 他们的薪水已经下降了超过九成 根据澎湃新闻网报道 在5月中旬 中国某地某银行客户经理赵女士透露 在当月 她的收入到手不到1000元 赵女士透露 在这之前 她曾在银行工作12年 以前曾经月薪过万 现在基本工资已经缩水了90% 在上个月 工资已经只剩下2000元 本月再次腰转 由于收入减少 她甚至不得不开始坐公交车 赵女士负责存款和零售业务 在今年 业务办理人数明显降低 无论是政府贷款还是私人贷款 都没有足够利润 如果出现不良贷款 客户经理还要被罚款 因此发展业务很难 她的月薪也下降了90% 据Win数据显示 2023年 42家A股上市银行中 有14家银行人均薪资下降 最多达到平均每人降薪13.95% 而在某国有银行 2023年的可分配激励薪资 已经下降了40% 今年的形势更加不容乐观 在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大量中国人走陷美国 走陷人数高达疫情前的10倍 据悉失业率升高 存款减少 中共政府统治下 社会阶级僵化等问题 都是中国民众出国谋生的原因 而在另一方面 在中国的民众明显感到 在经济大环境萧潮的情况下 社会治安明显下滑 近日 中国多地又爆发起随机砍人事件 即使中共封网 现场视频还是快速在中国社交媒体传播 综合报道指出 在江西省桂西市文坊镇 一女子持刀追砍附近小学生 导致至少两死十伤 而在湖南省郑州市 歹徒随机砍杀路人 导致三死两伤 5月20日之后短短两天时间内 多起类似事件视频在网上传播 中国网友表示吃惊不小 纷纷追问 昨天 今天 一起又一起 这个社会怎么了 社会秩序开始崩塌了 到底是什么环境 什么原因 才产生了这样的恶徒 网友李源峰评论说 学校与社会发生如此之多的 恶行凶杀案 没有人敢对当地政法委书记 与公共安全部长领导 追究政治责任 当年权力更替之时 也是发生类似多的案件 恐怕不是巧合 21号 中国浙江省一名男子 因为质疑一名交警暴力执法 遭到交警当街掐住喉部 还遭到嚣张反问 蛮横的行为引起舆论抨击 据悉 在浙江省岳青市某街道 当事人男子拿出手机拍摄视频 并且表示警察暴力执法侮辱我 对面的交警直接走过来阻止他拍摄 猛然用手掐住男子脖颈 还说警察暴力执法是吧 还报不报 报不报 在遭到交警所猴之后 该男子无法说话 也呼吸困难 经过网友调查 发现对男子施暴的交警是三级警督 警号为03-9595 并不是辅警 这回全国人都在等着看后续的处理结果 也有评论说 没有网法 穿身皮咋就这么嚣张 在这之前不久 浙江省杭州一名公安处级官员担任交警 指挥交通期间拍摄照片 意外被网友发现 穿着6000元价值的进口意大利皮鞋 存在贪腐嫌疑 随后有关视频被大量删帖 短短几天之后 交警所猴民众的消息 再次引起舆论关注 网友表示 其交警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呼吸困难 窒息甚至死亡 这算不算故意伤害 下手真狠啊 在舆论压力下 22日上午 中国媒体看出消息 称施暴交警来自 岳清市警局交警大队 北白向交警中队 由于和司机发生冲突 出现不当行为 目前已经停职 而网友则继续质疑说 所猴只能算不当行为 这是违法 故意伤害 还有网民指出 处理显然不当 到底停职多长时间根本没说 应该取消编制 对于中共交警登上热门的消息 X平台账户评论说 当一个政权失去公信力时 无论它说什么 做什么 都会被民众视为谎言和欺骗 22日发布的消息指出 由于南逃在美国被禁止的命运 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平台 正在计划在全球领域团队 进行大规模裁员 据悉 营运和行销人员将会首当其冲 负责用户支援沟通以及内容的团队成员 也会被削减 作为裁员的一部分 TikTok目前多达1000人的全球用户 营运团队将被解散 没被解雇的员工将分配到公司的信任 与安全团队等多个部门 信息报与CNN等媒体报道了这个消息 知情人士称 在21日晚间 该公司营运主管普莱瑟和首席品牌传销官 木查向受影响的团队发送了一条讯息 部分TikTok员工收到了裁员计划的通知 一名员工告诉媒体说 TikTok的裁员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 已经将近一年 该人士补充说 此次裁员与该公司在美国面临的法律 和政治动荡无关 只是一次内部调整 然而外界认为 由于美国国会通过提案 强制TikTok脱离母公司字节跳动 这个应用程式面临在全美范围内的禁止令 显然会影响TikTok在海外市场的生存状态 2023年 TikTok报告显示 企业在美国保有7000名员工 媒体消息指出 在这次裁员行动的影响下 至少数百名人员遭到解雇 近期 在美国生活的凤姐罗玉凤录制视频 表示她需要个人隐私 而不是遭到邻居的偷拍 事情起因在此 前不久有华人将凤姐 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视频发上微博 导致她的消息登上热搜 甚至引起非议 有人认为她不打招呼 是在耍大牌 对她声讨 对此 凤姐专门录制视频 呼吁路过的网友尊重她的生活隐私 不要总是追着她偷拍 然后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发布 引起评论 那样的指指点点 让她感觉很不好 39岁的凤姐表示 之前在地铁 工作和学习期间都遭到人偷拍 这让她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也不敢住在华人社区 因为一直被偷拍 她的感情生活也没有进展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还会造成更多问题 她担心无法正常与人组建家庭 凤姐说 自己只是想过上一个平静的生活 虽然自己长相其貌不扬 但是同样保有拒绝被拍摄的权利 恳请不要再继续偷拍 伤害她的生活空间 此前 引发舆论的北京资讯号报道 抨击凤姐关于出国就没打算回来的言论 并嘲讽她在美国活成了笑话 而在微博相关评论区 大多数网友留言对凤姐表示理解 有网民表示 那些嘲讽的人 自己房贷下个月还没着落呢 还笑凤姐 有啥资格碰瓷凤姐 凤姐的见识甩她几十条街 浙江公众号眼睛秀彩则评论说 不 她没有活成笑话 笑话她的大部分人活着的样子才是个笑话 凤姐活成了包括我等很多人渴望的模样 此前 凤姐在国内账户全被封杀的情况下 直接选择出国 并且在纽约大学就读了学位 对此 网友评论说 她作为一个收银员 能够靠自己一步一步到达美国 能够在美国的高校读书 自力更生 已经比评论区嘲笑她的那些人 强一百多倍了 网络时代各种诱惑过多 而青少年的脆弱心理可能会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 近年 不愿返校学生的大量出现 让包括中国 日本在内的亚洲学校产生困扰 一些年轻学生 因为环境或者特殊因素的影响 失去了上学的动力 如何开导这样的孩子 让学校与家长很伤脑筋 近期 由日本母亲分享她的教育经历 帮助她的女儿从拒绝上学重新拾起了信心 最终重返学校 根据日媒报道 赖珊女士在汉堡店打工 她的女儿从中学二年级开始宣布拒绝上学 在过了一年之后 赖珊女士认为长次以往不是办法 于是请求她打工点的老板小林 表示希望能让女儿来汉堡店帮忙 按照要求 小林同意这样的做法 并且制定了一些特殊的要求 她表示 不会给赖珊女士的女儿薪水 但是会给她发零用钱 大多数时间是让她在厨房内帮厨 但是没有正常排班给她 她前来餐馆 只算是帮忙 赖珊女士的女儿对烹饪有一定爱好 通过到餐馆后厨打工的经历 赖珊女士的女儿心态慢慢转变 开始学习新的厨艺 并且获得了信心 而厨房的厨师也对她有所帮助 让她逐渐开始正常和人沟通 在这之后不久 通过后厨帮庸获得的社会经验和人际交往能力 赖珊女士的女儿终于愿意返回学校 现在已经读到高中 在学校放假期间仍然会到餐厅打工 报道认为 在这个情况中 女孩通过与兴趣有关的实践 获得了和社会接触的机会 终于改变了心态 变得越来越开朗 最终才创造了好的结果 这期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